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生命中出现过很多情人 其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电影中出现 电影中他比较是一个极乐主义者 我们拍咯 这一次呢 卡曼助理导演 还有婷婷来到新加坡 跟我们一起工作 其实很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在几天很短的时间内 到了新加坡马上隔天就排练 然后我们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互相交流啊 或者出去玩啊什么 他们马上就跟我们一起训练 然后一起进入这个排练的过程 排练的过程 可以说是蛮困难的 因为大家当然要互相认识 然后去周末这个剧本 不容易 然后当然我本身也很期待去到澳门 在那里跟那里的团队一起合作 因为常感觉新加坡的剧场是很冷的 剧场里面缺少了一种温馨的感觉 可是这次看到澳门的那个剧场 看起来好像有一段 感觉上好像是历史蛮悠久的 它的architecture非常有意思 very interesting 所以当然很期待 去到那边我们再重新整合这个剧本 然后进入那个环境 再把那个戏排出来 对我来说 来到新加坡 和新加坡戏剧场合作 是非常新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自己是第一次 有机会和澳门以外的 performing with artists 合作的 很好的 是新加坡的team 可以展示到一个很professional 对我们来看 因为由台前到幕后 都很有 他们是专业的剧团 很有系统 亦都 specialization 做得很好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另外一样就是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很开心的发现 就是因为这个戏是说 关于body的 我们在training过程的时候 云尖就带进了一套viewpoints的training method给我们 这一套viewpoints对我来说是很新的 因为我一向都是一些传统的戏剧演员 比较text oriented 但是viewpoints就是很说 你由body出发去和你身边所有东西的感应等等 可以捕捉到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体验 当然是很confused的整个过程里面 但是我觉得confused是好的 因为就如轻良所说的 我们的导演 confused是新的东西 就是你有机会接触一些你未接触过的东西 对我来说很开心